第四季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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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张群航战队 以3比2的总比分 全员晋级 我怎么看 非常遗憾 几乎已将告别春天花会开的舞台 Milk牛奶乐队 将要和所有喜爱他们的知音 说一声再见了 就一瞬间开心 恶然 自责 内疚 一瞬间有这么多情绪 我没有经历过 我觉得 我以前我要是比赛 我可能就是分数 只关乎于我自己的 这次是一个团队的 也超不了有点 现在还是得打起精神想想 下一期怎么办 我觉得 我现在不管了 下一期必须赢 必须赢 我不能再输了 我感觉今天两次同台 我已经难受死了都 三个作品的话 就还是得想想怎么来分配 就是这个 大家可能得想想怎么来合作 我个人建议 郭曲跟龚爽是 可以一起来去弄一个什么东西 我赞成这个 我赞成 其实你们俩能擦出火花呢 没错 我说实话 孟露从他做新火狼开始 他就是应该做这样的东西 对 那我们现在就暂定就是 奥瑞跟小麦一组 然后 孟露一组 然后呢 郭曲和龚爽一组 再次做到这里是 去讨论一下下一轮的 组合方式 可能是 二二二 这次就是 把风格能搭到一起的去 尽量去搭 少冒点险了就 下一次的舞台 无论输赢 做自己想做的 对 这就够了 下一场我觉得 我还是有信心 必须有信心 群行群行 全队战放 我们认为对方对最弱的选手呢 我们认为对方对最弱的选手呢 展观全局我们都是组合 对方的单将 孟露 因为对方的那个局面 只有孟露是 一个人 有一点点势单力薄的感觉 我认为的就是 孟露 我写的最强的是我 最强的是我 最强的是我 怎么样 没想到吧 我 我们选 选的是最强的 是孟露 因为孟露要放大招了 你们要小心了 嗯 其实除了 拉担珠和群行以外 我都敢打一打 我写的最弱的 一辰 对不起 我写的是周一辰 对不起 我们知道 对方演唱的这首歌曲 是《往日时光》 这首歌曲 其实它的气质 这不是它最擅长的地方 所以我会担心它不够出彩 为什么有两组人投了 我觉得是我是最弱的呢 因为我觉得可能 要连接到上一期的表现 我觉得并不是 并不能这样去一面盖全 那你们等着瞧吧 我认为我们最强的人 那肯定是我们拉担珠 跟张俊豪 当之无愧 我们就开门见山 我们是最强的 我觉得对方最弱的选手是 蒙欣 谢谢 谢谢 听腻了 听腻了 我的感受就是 他们真的是一拳不变 就是我以前第一次 他们唱歌的时候 都是这样 现在听得就是这样 然后要说得弱是吧 我们都弱 都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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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那边 这个牌子都看不下去了 对对对 都弱 太狂了 太狂了 因为他们写了一个 那个刘文娟和吉萨 写了我们最弱的 所以我们也来个反击 你们都弱 海天黄豆酱春天花会开 夏节更精彩 海天黄豆酱春天花会开 现在继续 这里是海天黄豆酱 冠名播出的春天花会开 海天黄豆酱怎么吃都好吃 花开对决 下半场正式开战 龚爽队 郭曲 吉胡 澳日小麦 荣少兰 10内 触底反弹 这场我们必将拼尽全力 一个都不会再少 我们将毫无保留的证明实力 胜利不止一次 欢迎大家来到 由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怎么吃都好吃的 海天黄豆酱冠名播出的 湖南卫视大型民歌敬唱节目 春天花会开 同时也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三位伯乐 雷佳老师 华晨宇老师 谭薇薇老师 本场的对决规则将 演用累计积分赛制 两队会进行三轮的对决演唱 每轮两队结束演唱之后 将由现场的知音团听友们 进行二选一的投票 观众只能投一个 对 得票相对更高的队 积一分 最终累计积分 更高的队将全员晋级 而输掉的队伍将要面临淘汰 他们输掉了几轮 就将淘汰掉几组选手 现场三位伯乐将会商议 谁会最终留下 本场不再采用盲猜出战 每一轮将会通过点将的方式产生出战队员 拥有点将拳的队伍可以根据对方的出战队员排兵布阵 后续两轮点将拳将依次交替 翻过来 玩的就是心跳呗 我想选择原味的黄豆酱 因为我们的音乐是最朴实最纯粹的 我选择辣味的海鲜黄豆酱 希望今天我们能够红红火火 几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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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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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约权权 当然它有一定的劣势 因为我们要第一个亮出我们的牌 对面可以应对 他们派谁 然后我们再派谁 比如说是工程 那为啥咱们派谁 对 对 对 我真的对孟禄吗 对 对 你不行 对 我个大男人 对 嗯 嗯 确实有点啊 嗯 因为我们那个必须得往后面撤 他们万一第一个上路路杂照 对 可以 不行 我们那边得放到后头 我们那边前面上太危险了 就像我上一期那个文化放第一个场合 一个效果 太温暖 我觉得 反正是他们先出 他们先闹出 不行 我再理一遍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他俩 第一个 可以 因为我觉得你俩是要拿分的 第一分很关键 我估计你们要是拍我们 他们肯定拍拉弹珠怎么干 你要知道他们那边最强的 也就是拉弹珠 如果他们出了拉弹珠打你们的话 他们后面两分很危险 他们不能确定 鄂尔古纳能打赢我们俩 这个是很关键的 好聪明啊 我的敬意油然而生 是这样的 如果你们输了 我们现在有轮就上了 保证我们能够一比一 然后最后他去那个什么 如果你们赢了 我们就上他 对 他们肯定要上弹珠 因为他们不敢冒险 他们不敢冒险 他们必须上弹珠 有道理 梦露 快手睡睡 不行不行 好了 一跳 一跳 好了我们商量完了 接下来马上进入海天黄豆酱点酱时刻 我们先请龚爽战队来进行派兵潜降 好的 那我们决定我们队员第一位出场的选手是 第一位出场奥日奇朗小麦萌新组合 浪日奇朗小麦萌新组合 哇 哇 哇 一上来就快出了猛将 我们首轮硬赛的是 张学豪和拉丹珠 队长第一个出战了 最初的排名不胜的想法 我和丹珠想要去对 龚爽和郭群那一组 但是我们大家又在一起讨论了一下 就不想吃掉我和丹珠的这一票 因为上一场呢 我们控制了两员大将 所以这一场呢 大家都卯足的劲 拼尽全力 这第一轮的对决 就如此激烈 我觉得第一组 你说我们的熬日小麦 就碰上拉丹珠和张群航 真的是很强的一组对决 虽然很强 但我心里面 当然是支持我的熬日跟小麦 火药味这么大 护犊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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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熬日跟小麦 其实是我们绽放席上面 入座次数最多的选手 很多人称他们为绽放席的VIP 为我们带来的经典的一首 父亲的草原 母亲的河 回来 就是上次比赛完了以后 我们两个的情绪也有点 确实很低落 我们就想回到自己那种 家乡的感觉 因为上一场没唱得太好 所以我们想回归到本质的 其实我更多的时候唱歌 源泉是就是跟在马身上 骑着马 然后赶着牛羊的时候 哇塞 那个就放松的 特别棒 我们这次就把歌好好唱 反正既然已经做好最后一场干 那就为啥不如再好好享受舞台 希望是在这个舞台上 能留下一首作品 潜传三 像这么像 谱 complaints 情鸣 汪 コ dy 和你 编手 无情从来描摹那大河浩荡 奔留在蒙古高原 无遥远的江湖乡 如今终于见到了辽阔大地 站在这芬芳的草原上 我泪落入雨 河水在穿畅着祖先的祝福 保佑飘泊的孩子 找到回家的路 父亲的草原 父亲的草原 母亲的草原 似爱去无能阴 无能用语来诉说 请接纳我的悲伤 我的怀恼 我也是高远的孩子啊 心里有一声乐声歌 此中有我父亲的草原 母亲的歌 也是高远的孩子 我也是高远的孩子啊 心里有一首歌 你只有我父亲的草原 我也是高远的孩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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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有一首歌 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 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 从中有我父亲的草原 亲的草原 亲的草原 语 鼓勵 鼓勵 歪歪 婷婷三位伯樂 覺得他們詮釋得怎麼樣 我剛剛也有被二位的演唱 給帶入到這個情境裡面來 非常濃烈的情感 每当在唱起这样的经典的这种民族歌曲的时候 就会觉得这样的音乐是流淌在他们骨子里面的音乐 是让我非常感动的 很棒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个作家 喜慕容先生的作品 喜慕容先生在46岁之前都没有到过 他的故乡 1989年的时候 两岸的大门打开以后 他第一次来到了他的家乡 内蒙古 第一次到达这个高原以后 当他初识的这些亲人们 在晚上睡去的时候 在万籁聚集的星空下 他嚎啕大哭 后来他创作了这一首歌 这种对故乡的眷恋 是在我们骨子里的割舍不掉的 这种浓烈的情感 所以今天我在你们的音乐当中感受到了 而且我也被深深地震撼到了 感谢 谢谢老师 谢谢 我说一句话 因为我最初选择玩音乐的时候 我爸爸就是反对我玩音乐 因为他说一个男人就是成家立业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而且你又没学过音乐 你怎么能做到那些 但是后来他特别骄傲 但是他在另一个世界 我多么的希望他能看到这一切 我也想跟小麦说 你的父亲一定会看到这些 并且为你骄傲 谢谢 好的 谢谢二日其乐和小麦 那同时也请到一旁观战 接下来他们的劲敌也即将登场 我们这一组《拉丹珠》呢 是这个节目播出以来 观众最喜爱的歌手之一 他带来天籁般的嗓音 我觉得他站在舞台上就可以绽放出光芒 而今天和他搭档的还有队长张群航 共同跟大家献上一首非常经典好听的歌曲 叫《天鹿》 梅盖 梅盖 这一盖就是 没问题 我这次和丹珠合作我还挺有信心的 对 是吗 是我们 是我们这一组的票的保证 直想误我好诚 舒服的歌声传遍 菇姐 四 八 我觉得这次你唱吧 我觉得就不行 不我们先过一遍 我觉得调不一样吧 干嘛 太吵了你俩 太吵了我要投诉你 真的是这件的作人 就是太难受了 珂珠女 我去 太后会藏起 黑暗之天狂 今天晚上别唱了 这次这首歌曲 就是难度其实蛮大的 因为首先它很经典 就是你不能说 把它这个作品给毁了 第二个就是说 在这个歌曲的基础上 更突出更极致地去发挥 我这个特色性的东西 风格性的东西 唱得好 好高 不是为什么那么高 突破一下 是用转身调查证 我跟韩老师 我跟韩老师联系一下 他们肯定会说 我们这个 是啊肯定 喂 韩老师 这两位妹妹 在原调 然后剑奏后又转了一次调 最后又转了一次调 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 天鹿这首歌 重点不在高音 对 这首歌曲 因为 心脏铁路的修建 而创作的歌曲 嗯 它是 党中央全国人民 为我们藏族同胞 打通了这一条绿色通道 嗯 是藏族人民 怀揣着 对党中央 对全国人的感激之心 来唱这首天鹿 对 我们可以去跟老师商量一下 我觉得转调 不要再转了 不知道还来得及吗 试一下呗 万一可以呢 冬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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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没有 就是天鹿这首歌曲 像最后那个转调 可以去调 对或者去调就不转了 我跟贤奏老师商量一下 让他们看着这个谱 好像一个小儿就能行 隐藏 看我站在轻轻的牧场 看到身影披着那小光 像一片香雨飞过蓝天 为葬家儿女带来几乡 坏昏了阵路高高的山岗 盼望铁路修到我家乡 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 未许高原送来安康 那是一条深信的天怀 把祖国的温暖送到边疆 送死山不再高 路不再漫长 可苏儿女换去一趟 温暖我站在高高的山岗 盼望铁路修到我家乡 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 为雪与高原送来安康 那是一条深信的天怀 带我们走进人间天堂 走进天堂 心河就死又长 会更加向天 心河就死又长 会更加向天 幸福的歌声传绵四方 幸福的歌声传绵 幸福的歌声传绵四方 能打能打 天路这首歌也是老百姓的熟知度也非常高 两大女高音现场效果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也没有很大的把握 我们先听一下三位伯乐老师如何点名他们两位 我觉得你们选择这一首歌非常的恰当 一个民族唱法 一个是偏原声态一些的 你看 它这个音程关系不仅仅是藏族的 它是中原的汉族音乐 所以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 特别亲切 又带有来自于西藏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元素 会觉得融合的特别好 我觉得你们的表现非常好 谢谢 谢谢 蕾佳老师 但是当时我们俩一起合作的时候 就是唱这首歌呢 就是没有理解太深 更多的想去 技术上该怎样去呈现啊 这首歌有多难啊 但是今天韩红老师给我们说的话 就是对我们出动特别大 这首歌其实讲述了这个天路呢 就是连接了西藏人民和北京 西藏人民如果没有这条路的话 他们很难去看看北京 看看天安门是什么样的 其实当韩红老师说到这个时候 我真的想到了我自己的外婆 因为他们到现在 都没有出过那个县城 就是没有去过其他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条路的意义 真的非常大 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 我们最后放弃了那种 追求技术的表达 我们要延续这首歌 真正的情感 所以说 刚刚你们的表达 我认为是完美的 谢谢 谢谢韩红老师 接下来在座的 351位知音团的听友们 二选一的抉择 这一轮强强对抗 谁能够拿到 关键的首轮得分 一切就在你们的手中 现在倒计时开始 支持天鹿 投给张群航队 父亲的草原 母亲的和乐话 投给龚爽队 投票通道 现在关闭 那接下来 就为大家公布今晚 第一局对决的结果 究竟谁能率先拿下一分 请看大屏幕 我不敢看 我不看来 不看来 让我们恭喜龚爽队 奥日其乐小麦组合 拿到了194票 成功拿下第一局 太爱你萌萌 谢谢 麦子 你们太棒了 麦子 谢谢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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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很好 真的很好 很好 主要是我们俩真的 特别觉得很愧疚 辜负了大家的希望 所以队长连续两次 都没有为我们的组队 去拿下一分 我觉得 算是我的失职吧 没有 下一轮非常重要 如果出现1比1的话 那么最后一轮要上场的选手 压力就很大了 但如果下一轮龚爽战队能够再拿一分 那么他们将提前锁定本轮比赛的胜利 在我和丹珠输掉一分的时候 其实这个局面就非常紧迫了 派谁 派谁 他们下一把肯定是攻凶 肯定是攻凶 所以谁都行 我们先看他们选谁好不好 对他们选完 然后我们再商量一下 对 你们想放 那你们吧 听大家的 听他们吧 可以 这一轮要派出的队员是 刘文君和吉下沙马 又派出了两员女将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确定是我们的 这么派就决定了 你们要派出的应战队员是 本人和国曲 本人和国曲 这个本人 就说出了一种气势了 走 比赛结果出来之后 我们就已经想好了 不论对方上哪一组人 就我和赏姐的这个歌曲演 我们希望乘胜追击 再拿下一分 这次有两组人 觉得我们是最弱的 上次你们输 也是因为轻敌 这次你们又会因为轻敌 而付出代价 文君是我们的一个 湖南妹子 她动静皆宜 可以摇滚 也可以抒情 我们的吉萨 她拥有着仙嗓 有强烈的民族的特质 今天他们带来的歌曲 是一首广西壮族特色的新名歌 叫做《泥南歌谣》 希望大家能好好的去迎听他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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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南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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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候 Scorede� Stupid chemicals 那轻轻嘞喃 轻轻嘞喃的模样 我静静看着河水从指缝流过 把我的童年和春节一起带走 天还是那么烂 像梦的颜色 我想唱那首歌声来着会唱的歌 那的歌 歌 歌 你在唱什么 是一首老歌 怎样的老歌 无人来和 那你歌 歌 歌 我在唱什么 该自己唱歌 用心来唱歌 等谁来和 天还是那么烂 像梦的颜色 我想唱那首歌声来着会唱的歌 那的歌 那的歌 歌 你在唱什么 是一首老歌 怎样的老歌 无人来和 那的歌 那的歌 歌 我在唱什么 给自己唱歌 用心来唱歌 等谁来和 你国 爱悟 和 歌 我在唱什么 看你唱歌 叨看看 开始唱歌 叨 scrape 叨Reporter的人 那滴歌 你在唱什么 是一首老歌 怎样的老歌 无人爱歌 那滴歌 我在唱什么 给自己唱歌 用心来唱歌 等谁来喝 那滴歌 歌 你在唱什么 是一首老歌 怎样的老歌 无人爱歌 那滴歌 歌 你在唱什么 哎呀 都谁来喝 我怀念那个漫天 星光的夜空 他裙着我奔向未知的梦 谢谢刘文君 谢谢吉萨山满 好听 好多东西都设计的都太像了 所以我们第一个唱是对的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看到我们的摇滚女孩 文君穿上了这个纱裙 是的 穿得很鲜今天 对 今天突然变得可爱 温柔了很多 感觉跟以前的这个风格很不一样 然后那一段旋律 就是有一个什么代表性的一个 这个中间加入了是壮族的辽歌 然后我们唱的那一段叫那海辽 就是这是辽歌的一个种类的名字 佳姐知道这个关于辽歌吗 雷佳老师 咱刚开课了 要到上课的时候了 有问题就要问佳姐 没有没有 其实我并不了解 但是广西壮族的辽歌还是非常的有名 刚才他们唱的这个那海辽 是辽歌里面非常婉转缠绵抒情的一种 跟其他的哈聊啊 底歌聊啊 都可能不太一样啊 我也是第一次听这首歌 但是我们就马上记住了 阿迪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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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特别特别的舒服 我刚才说我好喜欢他们 谢谢老师 谢谢林老师 谢谢林老师 谢谢吉萨沙玛 谢谢文君 谢谢两位 两位请入座 接下来要出场的是龚爽战队的队长 龚爽本人和他的队员郭曲 和我们的名歌强音龚爽再度强强联合 这一次的这首歌呢 龚爽会做出非常突破性的一种演唱 同时龚曲也为我们带来了 他在这个舞台上不一样的首秀 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觉得赛程到这个时候 我觉得我们也是适当地拿出自己 比较参加的本事 不管是民族美声还是花枪的东西 我想这一次可以把它用上 对我来说 电子音乐 DJ做的相关的事情 我可能脑子里现在没有一个 很具象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出来它是好还是 让人无法接受的 我们现在不敢确定 我看看有没有可能 找一个我以前演出过的场地 就 现场来一下是吗 对稍微展示一下 可能你的感受会比较直观 你觉得呢 我问了 可以吗 现在就去吗 我说实话 我没有感受过DJ的现场 我这衣服合适吗 我怎么感觉 对 没有人看也没有观众 就咱们自己 我现在觉得我好兴奋 赶紧走吧 辛苦 你们主要照顾它 我这里熟路 好酷 这个台子看着就很酷 我真的是一副没有见过的样子 这很正常 确实没有见过嘛 OK 准备兄弟们 大家都在唱唱手 好棒 好棒 死我了 看到曲哥在这台上带给我的那种身体的那种想喷发出那种热情 我觉得是不用质疑的 你们感受如何 爽 过瘾 我的HIGH F已经解决了 贡献出来了 刚刚 真的不一样的感觉 觉得没有体验够 然后在刚刚体验的同时 我也在想 如果这种风格去跟我的唱片去结合 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很新颖的东西 我这一次和过去的青春舞曲 跟我之前风格气质完全不一样 能为我自己的声音表现出它的音乐意志 甚至它放在这个歌里的智节观 我觉得是一个合二为一的事情 一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作品 是的 他又小声音调依旧的声音乐 忽然 少许 是一个游戏 你 你 月 个 有 人 你 我 我的青春小鳥你永不回来 我的青春小鳥你永不回来 别说那样用 别说那样用 我的青春小鳥你永不回来 同馆就是过去的符号 太阳下山明早已就放上了 花儿谢了明言海水一样的床 我的青春小鳥你永不回来 我的青春小鳥你永不回来 小鳥你永不回来 我的青春小鳥你永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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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鳥你永不回来 海洋小山明早已就放上了 花儿谢了明言海水一样的床 美丽小鸟飞翠无影响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别的那样有 别的那样有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别的那样有 别的那样有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Zither Harp 掌声送给郭局 送给龚舍 唱出了《复仇》的感觉 我的妈呀 真的 真的 这样一队 天哪 复仇感满满 谢谢两位 怎么说呢 我是更喜欢集赛台的 要是鸽子更喜欢集赛台的 对 按鸽来头 终于在这个舞台上 看到了我们郭局 拿出他吃饭的家伙上来了 我觉得我没什么可说了 真的实在是太嗨了 这首歌真的让我们看到了 非常不一样的一种结合 然后没想到我们的民族音乐可以变得这么的带电 带感 同时又搭配上我们的民族强音龚爽 刚好他声音的这个力量感又完全hold住了这个电音 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组合真的是太强了 太强了 真的是强强联合 这个火花 太棒了 谢谢 谢谢老师 龚爽在这个舞台上第一次有机会去选择合作搭档的时候 他就选择了郭局 今天终于如愿以偿 但在这个舞台上还有一位朋友 他在第一次见到郭局的时候就说 我听说你很久了 我一直希望见到你 所以我们要不要圆这位朋友一个梦 让他和郭局老师合作一下呢 所以 所以 花花老师 郭局老师都把东西带来了 您不和他来碰撞一下 我来 我这种属于比较 没有郭局 他这种这么专业这种 我先问一下花花老师 这个大概是个什么段位 我 我奥烦到你 我这个段位 青铜 既然你荣幸给我这个机会 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DJ到底是干嘛的 其实我们就是放歌的 放歌的 但是和你们MP3不同 我们要把一首歌和另外一首歌 无缝衔接在一起 然后我们用一些音乐手段 去把它播在一起 这个过程叫做混音 叫做混音 我觉得我们可以搞一下那个 就是这样的操作 我们生来就是把你早已拉向了警报 几分将被引爆都给我顶好 我无所谓 去让所有的对手都领教 跟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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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的尖叫 我根本不受谁的威胁 谁是准备跟强者对决 他对我的任职 一口无限都会变好 这 谢谢姐夫 move differenti 你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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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搞出你的手臂 拿出你的勇气 不要再恐惧 最有依赖好战的心 才能够拯救你 跟着我 跟着我大声的尖叫 送给华晨宇 宝珍送给华晨宇 送给郭曲 主要我一直也想过说 有机会能够跟郭曲碰撞一下 没想到碰撞的竟然是 他的拿手绝活 我学习到了 谢谢郭老师 老师 老师 谢谢花花老师 谢谢 我觉得我今天听到了 一个颠覆性的青春舞曲 跟之前王乐斌先生的 这个青春舞曲完全不一样 它以前是新疆达瓦子艺人的 一个伴奏的舞曲 它很欢快 热烈的 听上去很轻松 其实它的歌词言简意外 但是充满了人生深刻的道理 所以今天我看到的 我感觉是 好 第五元素 但是你前面那个 其实带给我的那一部分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恐惧 我想听听郭曲 你的一个创作的想法 其实挺担心 不希望这样大的颠覆和改变 是对原作的一种轻视和冒犯 在我心里绝对没有 对于我来说 原本就是一首情感非常复杂的歌曲 所以其实在我的内心当中 轻快是它表面的包装 那遗憾才是这个歌的内核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然后我和爽姐 我们在聊这首歌的时候 想了一个非常中二的一个故事 就是 龚爽是这个人类最后一位歌者 然后在他身边呢 还有另外一个 可以发出 歌唱声音的一个机器 就是我最开始的那一段 然后我觉得爽姐展现出了 她对于人类最后一个歌者 对于这个艺术文明的尊严 大概是这么个情节 然后我们俩接受这样的设定 就把这首歌 就这样地去编创和展现 但其实如果要是按照 过去讲的那个故事 最后一位歌者 和一个机器人 他就成立了 就还蛮有那个味道 蛮贴合的 就这个鬼东西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你们彼此都在激活彼此 这个是很好的 我觉得过去 她在加起一个桥梁 我们会通过这个桥梁 更走进明哥 或者用她的这个语言去传播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 一定要继续做下去 对 谢谢 刚刚我们非常地嗨 谢谢 接下来 三百五十一位知音团的各位听友们 究竟第二局的走向如何 谁会获得这关键的一分 龚爽队能否率先取得此轮的获胜 一切就在你们的手中 现在倒计时开始 青春舞曲 青春舞曲 投给龚爽队 尼南歌谣 投给张群航队 投票通道关闭 究竟关键的一分 会花落谁家 双节就完全突破了 在舞台上的整个感染力 舞台的表现力 肯定能赢回来的 我们是有这个自信的 我认为集散和刘文君演绎得非常非常好 非常完美 我觉得非常完整 如果是好听和不好听来标准的话 我认为绝对是我们对的好听 他们那个有意思而已 大家请看大屏幕 海天黄豆酱 春天花会开 夏节更精彩 海天黄豆酱 春天花会开 现在继续 这里是海天黄豆酱 冠名播出的春天花会开 海天黄豆酱 怎么吃都好吃 不铲铛当响 这山是发亮 我家做的饭在全世界最香 藏着独角美方 一瓶海天黄豆酱 不吃白鲜肠又香 珍海鲜 麦香茄 蒸菜叶 炒一切 伴着爱 像在嘴里填在心上 珍海鲜 麦香茄 蒸菜叶 炒一切 伴着爱 像在嘴里填在心上 海天黄豆酱 蒸闷蘸炒拌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怎么吃都好吃 关键的一分 会花落谁家 大家请看大屏幕 恭喜 风爽战队锁定了本轮的胜利 同时也锁定了本场进场的胜利 我超级开心 把我的那个气儿终于给释放出来了 风爽战队的风爽和拨曲 我不想看一分 情况非常严峻了 我们不能输三分 只能输两分 全队战方这不可能了 就赢不了了 对吧 结果已经放在那了 但是毕竟是团队赛嘛 能为团队争取 一分就争取一分 因为一分等于多留一个人 那么在最后一轮对决开始之前 我们的助力伯乐花花 为大家带来了伯乐助力秀 有请华晨宇带来小镇里的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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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時候 燒出的 那總是我 啊 啊 就在 火海裡 散爛開著 啊 啊 啊 想著你的花啊 啊 啊 夜裡有笑美 啊 啊 總也貴不צ issue которого You'll wake up 哎呀 哎呀 想著你的花呀 哎呀 哎呀 眼裡又叫美呀 哎呀 哎呀 流云開動 You'll wake up You'll wake up You'll wake up 掌聲送給歌手華晨宇 哇 太炸了 這個索娜老師從後面走出來的時候 我感覺自己被釘在了椅子上 因為其實這首歌 我創作它的時候 其實本身就用的是 我們中國的這個 無聲調式來寫的 那其實我覺得就可以 跟我們的這種 中國的民族樂器來結合 加入了非常多 大家有看到 就是我們經典的這種民族樂器 然後包括最後很驚豔的索娜 那其實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樂器 算是實現了我從上學的時候 到現在的一個夢想 甚至可能是我未來一生的一個夢想 為什麼這麼說 就是能夠在此生有機會 因為有幸可以和編中同臺 在我們國內其實 會這個樂器的人不多 然後並且這個樂器其實也很少見 很難能找到 感謝我們的春天花會開這個舞臺 然後呢給了我 完成了我一個心願 對 也謝謝 也謝謝 也謝謝法晨宇為了我們這個舞臺 用盡了這麼多的心思 邀請到這麼多位老師 也謝謝舞臺上的各位老師們 謝謝你們的演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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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場上的比分是 攻爽戰隊 以2比0的比分 提前鎖定了本場比賽的勝局 但是這第三輪比拼 對於張群航戰隊來說也尤為關鍵 因為這將決定 他們能不能再多爭取一個隊友 留在舞臺上 那接下來要出場的 就是攻爽戰隊的戴希夢露 和張群航戰隊的 俄爾古納樂隊和周一辰 夢露是我們這一組裡面 唯一一位單人出戰的選手 然後他這首新改編的歌曲 叫做《回娘家看看》 所以我們可以期待一下 這次夢露會給我們帶來一個 怎麼樣的一個新的驚喜呢 攻爽隊戴希夢露請出戰 當我們組穩勇穩進的時候 其實我的心根本就放不下來 因為我已經連著好幾個禮拜 都在為作品服務了 所以這個禮拜想做一些自己的東西 這個歌好熱鬧 華晨宜老師 既又沒有 這簡直就是 內心有一萬隻土博熟的 好熱鬧 是的 加了很多互動進去 因為我知道這期好像 然後你是自己一個人出戰 所以我想過來看看人 謝謝 我也特別想請教一下 您怎麼樣現場互動增加氣氛 首先最重要就是自信 就是只要我不尷尬 尷尬的就是別人 就是反而你千萬不要害怕互動 你就大大方方地邀請大家 過來跟你一起互動 你一定要讓觀眾感受到 你是在台上就是一個開心的夢 這樣的話 大家就會被你的青春氣息所感染 當你整個人橫向走 就會有一個視覺效果 就是你在撐滿整個舞台 那時候你的氣場就會變開了 華華老師跟我上課之後 要用真情實感 真實的開心 去感染觀眾的話 觀眾就一定會感覺到 然後也會配合你去互動 我覺得這個就像一個支點一樣 它穩住了我 嗯 穩住了我 風吹著搖流 沫霜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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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小河的水流 彼嘩 彼嘩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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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家的西夫 它走的忙又忙 原来她要回娘家 身穿大红啊 头戴一枝花 眼睛和小分大的脸上蚕 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身后还背了一个棒娃娃呀 一牙一等位张旗风 随着游流 满舌啦啦啦啦啦啦 消耗的水流 哗啦啦啦啦啦啦啦 谁家的媳妇 她走的忙又忙 原来她要回娘家 喂 赵子 快点飞来乔满的嘞 哈 你飞来乔满听不到是吧 来啦 啊 一遍无言来 一只风味刮 眼看着山中就要把雨下 飞来一只鸡 跑来一只鸭 吓坏了背后的一声娃娃呀 一牙一根位 爱 那个家就算脱脱都没看我也是超模 因为我最爱吃的哪怕黄豆像成哭啰 那个家粹人老你早睡不要只剩乒乓 妹妹回家只用到团聚无所建议我 有事没事回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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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大的事别不过回家吃饭 所有人不要让等待成为遗憾 有事没事回家看看 想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 哪怕被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 哪怕给妈妈吹吹 后背揉揉牵 老人孤独儿女为家做多大奉献 呀 每一只鸡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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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有事没事回家看看 谢谢 谢谢可爱的戴星梦露 我记得梦露好像是 东北人 是吧 东北人 但是我好像在中间 听到了一段是 湖南话 对 我们邀请到了一位 优秀的配音演员 也坐在现场 是的 介绍我们著名的 长乡配音演员 刘文君女士 爱你 你是哪队的 你是哪队的 谢谢 谢谢可爱的 不能站起来 这么久 其实最一开始选这首歌 是因为我有一个小愿望 就是我跟我的好朋友 吉虎老师 其实最一开始 合作了一首歌 叫做《阿芝》 是唱哭架的故事的 然后上一场 他唱了一首结婚的歌 叫《婚事》 所以这一场 我就想选一个回娘家 把我们的婚礼三部曲 在这个春天花会开上 做一个完结 原来我们是个连续剧 是的 那其实原本这个歌 是一首很感动的歌 但是梦露通过回娘家 把她的视角变了 变成了以一个年轻人的方式 都给我回家去看父母 作为子女 过年都得给我回家 利益特别好 她很鬼马 最后有事没事回家 我必须得回家 因为她在这个舞台上 就会跟大家带来一种 很快乐的一种氛围 我觉得每一次都很期待 很想知道她下一次 又会跟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作品 我觉得她是很有创意 然后很有心意的 她是你的人还是我的人 她到底 她是谁的人 你的 我的 我受不了了 鸭子莫屠最后一个套套 她的人 我们组的 我们组的 梦露每次带给我们不同的惊喜 我觉得今天这两首歌吧 虽然它有一个时间的差距 但是它异曲同空之处 就是用非常生活化 口语化的这种语言 来描述了我们平时的生活场景 通过这样的作品 非常诙谐 非常幽默 丢了一只鸭 嘎嘎嘎这种 但是它能唤起大家 确实对家的这种眷恋 其实家可以说是我们心中的港湾嘛 因为会帮助我们实现一些 比如说我中间写到了 哪怕是我最爱吃黄豆酱蘸菠萝 它也会帮我实现 所以这就是加给我安全感的原因之一 这第三场对决就是一个女人 对战一群男人的故事 但是这一个女人 由于她的现场太炸了 我觉得屏幕后面的那群男人 应该瑟瑟发抖 帅着呢 没事 怕啥 没事 合作赛当中都是跟女孩子去合作嘛 好 这次咱们是第一次男生 而且我们整队上次赢了 所以我们这次得有个突破是吧 当然 所以今天咱们边交流 边享受一下音乐之旅 池塘边 女中树上 只要在声声的吊着夏天 草场边的鞦韆上 只有那蝴蝶儿停在上面 温暖如深 去乐巴说我很意外 因为可以说是很少很少的机会 有这样的经历 第一呢 就是破个冰 了解一下 互相先打在一起 对吧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一个比较 轻松愉快又浪漫的方式 对 两个男人的浪漫 五个男人的浪漫 对啊 五个男人的浪漫 这次我们要唱的是《往日时光》嘛 其实这首歌对于我们两个来说 真的是两个小孩在唱大人的歌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 我跟几位哥哥这几次合作之后呢 去录音棚 录音棚 帮我们私下里去聊音乐啊什么的 我发现几位哥哥都非常的富裁 就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帮我呢 说不定我在台上录制的时候 我是一团造的 我就觉得被大家所包容的感觉 被大家照顾的感觉 是什么 我很喜欢的 有这么好的乐队在我后面撑腰 我没什么好怕了 对对对 对对对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 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虽然穷得只剩下快乐 身上穿着旧衣裳 海蜡儿多雪的冬天 转来三套车的歌唱 一名河畔温柔的香烟 使你收放车的歌唱 手放轻声才飘搭 如今我们变了模样 想起往日时光 你的眼睛就被发亮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 还是那些往日时光 朋友们举起了啤酒 桌上只有半点香肠 我们曾是最好的伙伴 共同分享和乐悲伤 我们从场那儿的朋友再见 还有莫斯科桥 还有莫斯科桥 尽我们变了模样 为了生活天天奔忙 但是只要想起往日时光 你的眼睛就会发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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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我们变了模样 生命依然充满渴望 假如能够回到往日时光 哪怕只有一个晚上 假如能够回到往日时光 哪怕只有一个晚上 哪怕只有一个晚上 太帅了 太帅了 谢谢 谢谢阿尔古纳乐队 谢谢周一辰带来的往日时光 得票 今天觉得特别妥贴的是 因为他们在这首歌里 既有中年男子的人生阅历的沉淀 又有年轻男子 对现代当下生活的珍惜 和今后生活的向往 最重要的一点 男人一旦深沉和深情起来 魅力无可抵挡 谢谢雷佳老师 谢谢 当时决定要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也很怕 因为这是一首大人的歌 然后我俩是小孩 虽然我们只有二十几年的这个 生活经历 没有像他俩这种 神经百战 对 所以呢 肯定用我们的经历来唱出那种 悲感是不可能的唱不了 这样会很难看 很难听 所以呢我们就想 虽然穷的只是要快乐 那我们当时小学时候 零花钱花完了 只有穷开心 我们高中时候真的一个宿舍人 一宿舍人分享一同方便面 还有一根香肠 这是有的 所以我们想把这个唱出 我原来喜欢这首歌 我在里面捕捉到了一种伤感 但是我最喜欢他们刚刚的巧妙是 没有去渲染那种伤感 刚刚他们传递的那一种嘴角上扬的感觉 我觉得特别的特别的妥贴 特别得当 特别的巧妙 谢谢维维姐 在一起通过音乐回忆往日时光之后 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第三轮 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刻 能够和戴心梦露比的话 我们觉得还有一分可以挽回的雨地在 说到我们周亦辰 我觉得他现在是留在这个舞台上 唯一的一位美声唱法的一个歌者 然后再说到我们奥尔古纳乐队 大家还记得上海半导体吗 没有 燃炸了全场是不是 全场的观众都站起来了 他得到了全场的最高分 所以说这样的组合 我们能不能投票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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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的一票 现在倒计时开始 如果你喜欢往日时光 投给张群航队 如果你喜欢回娘家看看 投给龚爽队 这恰当 对 投票通道完毕 经过三轮的对决 其实这个结果对于群航队可能更重要一些 好那最终 我们本场第三轮的进场 谁能够取得这最后的一个分值呢 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见证第三轮的对决结果 请看大屏幕 恭喜张群航队 厄尔古纳乐队和周一辰 往日时光 获得了214票 取得了第三轮的胜利 恭喜 恭喜龚爽队以2比1的比分 获得了本场的最终胜利 这就意味着龚爽队的队员全员晋级 恭喜各位 超棒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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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们 同时也要很遗憾地跟各位宣布 在本场对决当中 张群航战队 他们一共输掉了两轮 所以张群航战队 会有两组选手面临淘汰 要离开这个舞台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把至关重要的决定权 交给我们三位伯乐的首相 在你们选择完四组成员之后 剩下的两组就将非常遗憾地 告别我们的舞台 我们首先应该要留个乐队 肯定 对吧 乐队非常好 对 一辰也是在这个舞台上 就是 也是有自己的一个特点 我觉得刘云坚和周一辰 上一次其实都是 比较危险的一个状态 他们俩 对于其他四位来说 成长和学习的空间 还是很多的 嗯 再加上像 吉萨他们这样 又很丰富有银足色彩的 拉丹珠 但是是这样的 拉丹珠跟吉萨 它只能有一个这种特点 比较雷同的 比较雷同 这只剩他们两个 就只剩他们两个 佳姐你来宣布吧 真的 你 你这样 我们商量好了 好吧 我们 真的是 很纠结 很不适合 非常艰难 非常艰难 首先我们说我们刘夏吧 我们觉得 嗯 阿尔古纳乐队刘夏 谢谢 基于他们每一次都非常稳定的一个表现 然后张群航每一次都充当了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知干的一个角色 然后 然后 吉萨 对 其实 开始真的 我还没有想过就是淘汰这件事情 我可能是反射湖比较长 然后真的到练到吉萨的时候 我就发现好像我要走了 然后就 最后一位 海天黄豆酱 春天花会开 夏节更精彩 海天黄豆酱 春天花会开 现在继续 这里是海天黄豆酱冠名播出的春天花会开 海天黄豆酱怎么吃都好吃 最后一位 四川大梁山的拉丹珠 最后一位四川大梁山的拉丹珠 我们的丹珠妹妹 对 虽然 其实你应该感谢大家 每一次 你还是没有那么的稳定 对 其实心里已经在想走的事情了 因为我确实近几期都不太稳定 我只是说就是感谢他们对我的包容 所以心情还是很复杂的 很复杂 同时我们也非常遗憾的 要向刘文君和周一辰说声再见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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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心情就是不想面对这种分离的淘汰的这种一个环节 我不喜欢这个环节 但是我们还是得去经历 我就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真的才是在这个舞台上没有遗憾 我一开始其实对自己的期望没有很高 没想到自己狗活到了第八期 我已经把我能够表现的最好的东西带给大家 今天也是刘文君唱歌最开心的一天 就足够了 我还在这里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我还在这里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我还在这里认识了郭老师 郭老师还有孟璐 郭老师是我在这里认识的第一个好朋友 郭老师是我在这里认识的第一个好朋友 我已经收获了很多了 刘文君此时此刻已经很幸福了 谢谢大家 我也还蛮喜欢刘文君今天的这个表演 因为我觉得之前每次看到刘文君都觉得她是一个很酷很狂野女孩 但是一唱完歌一讲话的时候又觉得她是一个挺可爱的一个灵家傻丫头 今天这首歌我觉得就让我看到了一个平实的刘文君 我看到她这样一个表演还挺为她开心的 我觉得对她来说也算是一种成长 对 其实走到节目到现在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遗憾了 我其实在台下想了很多想了很久 我之前在节目的前几期其实压力也非常大 在节目里面做了很多的尝试很多的改变 今天唱《玩儿时光》可以说我最喜欢里面的一首歌词 我想分享给大家 如今我们变了模样 生命依然充满渴望 我觉得 我觉得我在舞台上展现了不同的自己 我变了很多的模样 但是我对于唱歌的热爱和对于生命的敬畏 永远永远地留在了这个舞台上 还有我带来了这么几期的作品 我觉得就够了 文君和周一辰在这个舞台上 真的展现了不同的美 也是 怎么说呢 现在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吧 谢谢 谢谢林陈老师 谢谢 这里 这对他们来说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开端 要找到更好的自己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 刘文君加油 刘文君因为逝 Jessica 枉谁好美 好 我们一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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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和他们 两位刚刚进行了一个短暂离别 同时也要恭喜台上的各位 张巡航 拉丹珠 鄂尔古纳乐队 以及吉萨沙玛成功晋级下一赛段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海天百花榜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怎么吃都好吃的 海天黄豆酱春天花会开 团队对抗赛的下半场 经过三轮精彩的对决之后 让我们恭喜 龚爽队以2比1获得了本场的胜利 恭喜各位 而下周选手们将迎来 更加激烈的挑战 带来更多精彩的竞演舞台 也希望各位知音们来期待 八强选手将各自为战 对 玩得挺跳的 接下来的每一场都需要提高警惕 要是怕别人去比对的话 那就别唱了 我觉得你醒来了 那些不喜欢你的人 他们可能都没有你懂音乐 是比最初的那个我更加勇敢 是一个冒险的过程 但我愿意冒这个险 到今天为止在舞台上 最完美的一首歌 尤其雷佳老师带来博乐助力秀 想一声风雨你不要哭 曾经是表演 谢谢 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 新浪综艺了解节目 更多相关资讯 上微博搜索春天花会开 参与话题讨论 见证民族音乐花开之时 关注海天微信公众号 发送春天花会开 加入海天之音团 或者下载并登陆 芒果TVAPP进入综艺频道 首页点击参与春天花会开 之音团招募活动报名 将有机会参与节目录制 再次感谢各位 民歌之音们的准时守候 感谢我们的三位博乐 感谢雷佳老师 感谢花花老师 感谢葳葳老师 谢谢三位 同时也要感谢 我们的音乐总监董建杰老师 乐队总监杜茨老师 乐队的老师们 以及音响总监何彪老师 舞台总监郭震老师 谢谢 谢谢各位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 全城监督的工作人员 来自长沙市 湘江公众处的工作人员 杨婷婷 王一曼 欢迎你们的到来 春天花会开 歌成东方来 花一分钟时间 陪家人唱首歌 拍摄短视频 上传至锋芒APP参与 春天花会开 聆听歌与爱的 民歌互动活动 就有机会在春天花会开 节目彩蛋里面播出 还有机会获得惊喜的礼物 我们下期再会 谢谢各位 下期见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海岸耳朵雪的冬天 传来三条车的歌唱 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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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朵美丽的茉莉花